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市的排水防洪能力又将接受新一轮的考验 近日记者从市防训办了解到 2016年全市挂牌督办的14处洪涝隐患点中 已经有6处完成了整改 相关责任单位正加紧对其余8处进行治理 杏林北路以及杏林北二路周边 是我是去年挂牌督办的一处洪涝隐患点 由于这里地势比较低 前两年原有的一座蓄水池塘又因开发建设被填平 导致周边董任片区 内陵片区和杏林片区的雨水都往这里汇集 加上原有的排水管直径偏小 排水能力不足 导致这里的积水问题越来越严重 为了解决这里的积涝问题 去年信北路排红工程正式动工 在施工现场 一个新的地下排红区已经出具雏形 三个巨大的排水香含一字排开 每个香含宽4米5 高2米5 据了解 这也是目前我是在建的排水量最大的排红区 信北二路排至那个信井路口 多长这段时间 总长是943米 现在能排水就是从九天湖到信井路 已经具备排水条件 现在已经在排水了 现在正在做的这一段是还有80米 正在抓紧施工完成 目前信北排红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新的排红区有望在7月份主讯期来临前全部投用 届时周边片区的排水压力将会得到 有效环节 比原来老的应该是可以到排水压是大了差不多有四倍 现状的是鲜寒是比较小 这个建成的话可以有效解决那个内貌 及周边信林片区的这个排水问题 他们六月份之前 今天增加在主星期之前完成 吉美大道诚意学院BRT站路段也是一处正在治理的洪涝隐患点 由于这里是吉美大道的最低点 周边汇水面积约50公顷 虽然路边设置有泵站 但遇到强降雨还是很容易出现积水 现在吉美公路局的施工人员正在这里抓紧铺设一条新的排水管 工程有望在五月底前完工 记者从市防讯办了解到 去年我是督办的14处洪涝隐患点 目前已有6处完成了整改并消耗 其余8处未完成整改的隐患点 相关责任单位将加快整改进度 同时还将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 确保安全度讯 记者公家段志伟报道 自去年底我是网约车系则出台后 交通部门就加快了合规车辆和人员的许可速度 截至目前 我是交通部门已受理车辆申请2467辆 并为3147名网约车驾驶员颁发了从业资格证 厦门也因此成为了全国网约车驾驶员领证最多的城市 已经取得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的3147名驾驶员 是从6834名报名驾驶员中筛选考核出来的 现在每天仍有大量驾驶员通过网络 或者到市行政服务中心网约车办理窗口报名 同时又不少人从这里幸运地领取到了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通过了就过来骑证 整个过程上来觉得难吗会费劲吗 不会好像跟考驾驶上的基本是一属业 我只是说业以上下半时间稍微有空的时候出去跑一下而已 能多赚一点也好嘛 是吧 网约就是抱着这种心态 反正就是说这个网约车来讲也是方便群众的出行嘛 据介绍驾驶员报名申领网约车从业资格证 首先要经过一轮背景审核 从已经报名的情况来看 6000多名报名驾驶员中 大约有94%的驾驶员符合准入条件 也就是说有400多名经审查不符合准入条件 包括有吸毒暴力犯罪前科 或用交通违法记录的驾驶员 他们将无法成为网约车驾驶员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审查工作细致而缜密 但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就能搞定 这主要得益于我是交通与公安部门 成功对接的后台审核机制 那驾驶员他就不再需要到我们的 到公安机关去开具这个相关的证明 把他的相关信息提交之后 由我们交通部门来对接公安部门 进行内部的流转审查 根据国家规定 网约车驾驶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 考核科目包括 由交通部统一命题的全国科目一 和由当地交通部门命题的区域科目二两部分 只有两个科目都通过了才算合格 目前我是网约车驾驶员 考试通过率保持在60%左右 全国领先 不仅持证网约车驾驶员队伍越来越壮大 目前我是落地的网约车平台 也达到了六家 包括全国性平台 神州专车 滴滴出行 曹操转车 一道用车 手气约车 以及区域性平台 市公交集团掌上行公司 本台记者报道 在今年二月底的时候 我们栏目曾报道过 BRT五个站点外的电梯 被自行车逼停的新闻 为了不让自行车上电梯 BRT方面被迫关停了电梯 但这也给市民的出行造成了影响 记者从BRT方面了解到 目前公司已在停运的电梯口上 加装了护栏 停运的电梯现场也已经恢复使用 在BRT菜堂站 前往高架桥BRT站点的上行电梯前 安装了一圈护栏 这圈护栏的高度达到1.45米 将整个电梯入口完全围住 使留下了两个S型的出入口 供乘客进入 那么安装护栏后 自行车真的无法推上电梯了吗 记者找来一辆体积较小的小黄车 尝试绕过护栏将自行车推上电梯 却被卡在了护栏的拐弯处 如果说扶着自行车的情况下 就没办法扶啊扶手 那很容易导致这个人会摔倒 一旦摔倒 而且在我们电梯上面的话 如果这个自行车也一并摔倒 情况下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现在效果很明显 就是基本上因为它自行车 已经没有办法上电梯了 所以电梯已经飞货 它电梯原来的功能 那基本上现在乘客上电梯 也都是算比较安全的 目前因为自行车的原因 导致电梯停运的现后 市行政服务中心 金山 蔡堂 红文 这五个BRT高架站点 共安装了九个护栏 防止自行车进入 虽然自行车无法再被推上电梯 但BRT的工作人员发现 不少市民为了少走几步路 把自行车停在护栏周围 然后直接上电梯 导致电梯入口被堵 尤其是在上班高峰期 入口周围几乎被占满 出入很不方便 自行车骑过来的时候 直接停在电梯口 然后把我们电梯口围住了 那直接就电梯上来 地面上都有画了很多 这些线 钻停的位置 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它应有的位置 另外 针对我们栏目 曾报道过的摩迪司机 为了拉客方便 自行关闭电梯的事 BRT厂站方面表示 新闻播出后 相关部门也采取了行动 对这些摩迪司机进行了警告 私自关停电梯的现象 已经不再出现 市民乘客可以放心地乘坐电梯 本台记者报道 每年的三四月份 都是各种传染病的高发期 近日 市疾控中心 发布了新一期健康预报 提醒市民 尤其是孩子家长 近期应该重点关注 水痘 手足口病和泡枕性烟下炎 上午十点左右 是儿童医院二楼的 门枕后枕大厅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 部分医生的就诊号码 已经预约到了中午十二点 医生经常说 近一段时间以来 医院每天的门急诊量 都达到了一千两百多人次 主要一些流感 然后喘的 还有一些发烧的 这些呼吸到感染的 这些病人会比较多 此外 医生告诉记者 近段时间前来就诊的 手足口病和泡枕性烟下炎的 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对此市疫疾控中心近日也发布了 新一期健康预报提醒市民 接下来需要特别关注水痘 手足口病和泡枕性烟下炎 从近两座的疫情监测来看 我们厦门市有一些小学 出现了水痘的聚集性和爆发的疫情 然后在我们的一个优托机构 我们也发现了有部分的学校出现了 手足口病的聚集性的疫情 婴幼儿和学龄型儿童 都是水痘和手足口病的主要发病人群 水痘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 或直接接触传染 而手足口病主要通过消化道 呼吸道和密切接触等途径传播 除了之前的水痘疫苗 上个月起 预防EV71型病毒的手足口病疫苗 也已经上市 这类疫苗可以预防EV71病毒 引起的手足口病和泡枕性烟下炎等相关疾病 疾控部门的医生建议 家长可以选择为6月0以上的 疫苗儿童及时接种 而且越早接种 免疫效果会越好 不过对于5岁以上的儿童 则不推荐接种 记者 萧欣高志祥 通讯院 陈云报道 今天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清明小长假期间 我是各牧原寄扫人流超过了80万人次 假期里 我是的旅游交通等方面也迎来了大客流 记者从市病葬管理处了解到 清明小长假的寄扫高峰出现在假期首日 我是9个主要寄扫点迎来了30.3万人次的寄扫人员 假期第二天和最后一天 寄扫人员分别为25.2万人次和26.2万人次 小长假三天 我是共有81.7万人次前往牧原寄扫 我们今年的车辆比往年减少 市民在清明寄扫的时候都以公车出行 今年私家车的话 从我们统计的数据上面来看 在一万步左右减少 减少一万步 清明寄扫因为传统的节日叫做前后十天 所以在下一周的周末 这个时间还是一个寄扫高峰期 小长假期间 我是各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根据旅游网站的排行榜统计 厦门成为清明假期国内长线出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 三天假期增村文创村 共吸引游客超过28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两成 鼓浪雨三天完成客运量16.9万人次 湖里山炮台景区共接待游客1.65万人 比增11.2% 岛外多个景区在清明假期里人气也同样火爆 其中以海舱区表现最为抢眼 据统计清明假期海舱区游客接待总数同比增长17.12% 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6.73% 其中天竺山青椒慈祭祖宫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2-3倍 交通方面昨天下午我是正式迎来返程高峰 厦门高速交警区区多条路段先后出现车流缓行的情况 全天车流量超过23万辆次 小长假首日厦门高速交警区区 10个收费站出入口总流量也超过了23万辆次 铁路交通方面清明小长假运输从4月1号至4月4号 厦门两个车站共发送旅客46.8万人次 同比增长17% 其中4月2号发送旅客14.8万人次 创下了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本台记者华道 昨天是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 市纪委监察局联合市民政局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兵分多路深入岛内外的墓地陵园 对是否存在公车私用以及文明记扫的落实情况 展开了明察暗访 上午检察人员来到薛岭山陵园 此时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 民警志愿者等人员在对周边疏导交通 现场秩序井然 在薛岭山陵园里 除了应急医疗保障点 工作人员还设置了便民休息区 市民可以到这里休息并享用免费茶水 为了倡导文明生态殡葬 薛岭园还引进了四台环保纸钱焚烧炉 检察人员在指示牌的指引下 找到了焚烧炉所在地 工作人员说 原来市民都是自行焚烧纸钱 导致烟灰漫天飞 不少市民都被熏得睁不开眼 如今市民将指钱集中到一个地方 由工作人员将指钱放进炉里焚烧 大大缓解了此前烟灰漫天的情况 在林园的停车场内 检察人员也对停放的车辆进行检查 查看是否有厦门党政机关 国企事业单位的公车 均未发现公车私用 此外 另外两组检查人员 还对部分景区景点 交通节点等热点区域进行了检查 在厦门北站 老院子景区 以及吉美大桥 杏林大桥等地 也都未发现公车踪迹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出租车先后盖围停 涉嫌遮挡号牌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近期市容考评人员在走访中发现 泰山路的中山海景广场 停车场出口周边 存在突出的脏乱问题 已成为监管盲区 今天的市容询报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由水仙路进入京吊载路 在泰山路口上就能看到 一大堆醒目的垃圾 这里地处商家和住宅区的包围圈 道路狭窄 但人流车流往来频繁 在中山海景广场所辖的地面停车场 和地下停车库出口周边 我们都能看到管理缺位的现象 尤其脏乱的是地下停车库出口的区域 门前及边沟可见地面破损和保洁不到位的现象 与店面相邻的通道及车库上方 随处可见杂物垃圾及污水积存的现象 已形成了一处巨大的管理盲区 环境丧乱不堪 考民人希望问题能够引起属地管理部门和小区管理单位 扶美来物业的重视 尽快采取措施改变现状 记者刘华报道 前段时间我们栏目报道过 夏大校园附近一些出租车 长时间占用现实停靠区 有的车辆为了躲避监控 还故意掀起后车盖遮挡号牌 对此这段时间 私民交警大队在辖区多个路段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三天时间共查处九起涉嫌翻后车盖 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 中午时分 在夏大南校门附近 过往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私民南路上 停着一些后客的出租车 这辆昆池出租车一停下 驾驶员就把后车盖打开 自己下车后 四处张望着什么 由于前车牌被水马挡住 后车牌又因为后车盖被打开 现场交警无法看清车牌 就在交警准备上前拦查时 这位出租车驾驶员还未将后车盖关上 就迅速驶离现场 掀起这个车厢的后盖 它首先一个没有一个震荡的理由 无故障的情况下 游客也没有说需要装载的货物 导致这个车厢盖无法正常的闭合 而在3月29号下午5点左右 同样是在私民南路南普陀路口 至夏大北村路口段 民警就当场查获了两起 出租车先后车盖 企图躲避监控执法办案件 监控画面显示 这辆昆池出租车紧挨着水马停着 驾驶员走下来还挪动了一下水马 然后走到车后将后车盖掀了起来 经交警询问 两名驾驶员承认 他们打开后车盖的目的 是为了躲避监控执法 在围停路段进行拉客 如果查实这类违法行为构成 故意遮挡号牌 那根据我们厦门特区道路交通安全 若干规定的话 将处以扣12分罚款500块 根据统计 3月29号至4月1号 四名交警大队组织警力开展整治行动 共查出九起涉嫌翻后车盖 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 其中出租车8辆 自家车1辆 同时交警部门还将相关情况 告知运管部门及其所在的运输单位 建议根据运输安全管理相关规范进行约束 采取内部处罚措施或取消从业资格 记者咸云通讯员林慧敏报道 都说虎毒不食子 可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起案件 确实轻爹为了3万块钱 将女儿卖到了千里之外 接到报警后 同安民警远赴上海 最终将被卖的小女孩解救回来 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家住同安的汤某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由于妻子在女儿出生不久后离家出走 于是汤某将女儿交给父母抚养 3月的一天 汤某在网上看到一名胡姓女子 发布要抱养小孩的帖子 缺钱的她动起了歪心思 决定以3万元的价格把女儿卖给对方 3月14号 汤某回家找了个借口 就把女儿带走了 前年汤某她平时也不去管理 这个她的女儿 然后那天突然间就把她的女儿给带走了 而且过后又拿了 托人拿了五千多块的现金 还有衣服给了她的父母 那父母就产生怀疑了 3月17号 汤某的哥哥赶到同安公安分局报案 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调查 当天中午 在一个工地将汤某抓获 通过审讯 民警掌握到了买家胡某在上海 于是立即赴上海开展地毯式摸牌 3月26号 民警锁定了买家的落脚点 当场解救了小女孩 当时我们在那个小区楼下 一个那个户外的运动场 那边蹲守 后面有看到一个男子 那个年纪差不多四五十岁 体貌特征跟我们掌握的 无姓女子的老公 很相似 他手中抱了一个小女孩 看了就差不多两三岁 与我们从那个照片中了解到的 那个汤某的女儿很相似 我们看这一刹的话 我们就立马上前去解救 经查51岁的嫌疑人胡某和丈夫 膝下五子 于是萌生了抱养小孩的念头 在网上发帖后 与汤某一拍即合 目前犯罪嫌疑人汤某和胡某 都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被卖的小女孩 也已回到爷爷奶奶的身边 牌食不是商品 不可以私底下进行买卖 这个卖方跟买方 都要互相应的怀利责任 如果要缩氧的话 要通过云政级的相关部门 去迫及和我所幸 记者 玉伯飞 黄超 特约记者 陈贤报道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清晨 我是PM2.5浓度 达到轻度污染级别 10点之后 污染物浓度迅速回落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51 空气质量为量 首要污染物是PM10 婚礼是新人们非常重视的仪式 那么能不能把婚礼办得 更加环保一些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如今 环保意识 已经深入人心 而环保婚礼 更是新人对于爱的传递 想要举办一场 富有创意的低碳环保婚礼 不妨从细节入手 邀请函 回礼 花艺布置 婚宴设计都可以成为突破点 和以往婚宴的铺张浪费相比 在追求低碳 绿色 可持续消费的今日 光盘行动已然成为新的风尚 而一些资源从本地出发 也是趋势 一方面可以帮你找到 最实惠的婚礼用品 避免了穿梭城市 所产生的能源成本 请减方面 无数树木被砍伐用以造纸 出于环保的考虑 电子请减现在更为实用 只穿一次 这种理念 也是对婚纱最大的浪费 若是你的亲朋好友 有着一件美丽的婚纱 你可以将它改进后 作为自己的婚纱 婚礼中很可能需要花朵的簇拥 婚礼结束后 鼓励嘉宾们带回家养起来 与其纠结回礼 不如以宾客的名字 作为捐赠者 将一部分礼金 捐给环保组织 将这份爱意 散播到更广的地方 最后便是婚礼车队 无需排场 大家为低碳出行 出一份力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明天厦门的环境 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差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 梁首要污染物是二氧化氮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